Hello 我們今天做日式牛柳絲茶烏冬 材料以下是這些 首先我們準備牛柳 把它切成一條條 蘿蔔半條 削好皮之後把它切成絲 椰菜半個 在旁邊慢慢切 就會變成一條條絲 切好之後才拿去洗 洋蔥半個 都是切一條條 這樣就可以了 準備兩個烏冬 把它解凍 然後就醃一下牛肉 加點粟粉 豉油 糖 和蠔油 拌勻 醃5-10分鐘 醃好之後 我們就炒到它半熟 炒好之後就可以放在一邊 稍後用 炒好薑 然後就爆香洋蔥 然後就倒一些蘿蔔絲 一起爆香 然後就可以加烏冬 炒均勻後 加一些燒肉汁 椰菜 加多一點蘆秋 加一些顏色水 然後加多一點糖 調味 然後加牛肉 攪拌均勻後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按下鐘仔 Bye Bye